我們就知道 白鹿颱風來襲的時候 那天一早 蘇貞昌就抽查 結果一抽查 韓國瑜不就真的 親自作證在那邊嗎 你要朝我問 我也對答如流 可是人家根本不理你 你知道 你看 綠營又出現這樣的一個報導 你看 研討會後又省影 記者哭等35分鐘 他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是因為 第一天情況比較緊急 第二天已經變成三級開設 三級開設 李四川作證就好了 這不就是這樣子嗎 SOP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韓國瑜當然去處理 他自己的事情 禮拜天警報都已經解除了 對 所以 雨也都停了 上白就很正常的事情 那不是恢復正常嗎 是 然後你看8月26號 9點研討會開始 9點35分記者聯訪 他就說讓記者哭等35分鐘 可是你看當初發的 9點開始開會 我開35分鐘會完之後 讓你聯訪 這不是本來schadual就這樣排了嗎 對啊 那你到底在寫什麼 這不是假新聞是什麼東西 所以你看這根本就是 他就是吃定一般民眾 搞不清楚整個狀況 就故意不斷的黑你 然後你拿我也沒責 所以難怪李嘉芬都忍不住要講 這恐怕是 有史以來最慘烈的一年 電視打開 所有媒體打開 每天都在黑 我們可以說要做好 最壞的新打算 也就是今年的選舉 會是台灣自治市場 最慘烈的一次 所以我給你們說 我們說現在的黑函的抗線 道德無下線 來說國一黑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家把臉洗一洗 而買好一點的洗面罩 不要害怕 我們把身體照顧好 不要讓這麼多 支持我們的好朋友失望 但是我必須講 民進黨推責任世界一流 但是割道尾 真的是神奇的割道尾法 因為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直接嗆說紐約辦事處這個大樓 是我推動購買的 幫大家省了很多錢 又賺了很多錢 象徵國家光榮 但是問題來了 問題是真的是你買的嗎 你仔細看這個時序 2004年5月 蔡英文卸任入委會主委 2004年7月的時候 外交部才決定購買大樓 2005年3月 然後外館購樓專案結束 表示買了 然後2005年4月的時候 開始代表陸續進駐 然後到2006年 11月蔡英文才接任副格魁 所以那陣子 蔡英文在幹嘛你知道 他就當立法委員 當立委 那他怎麼可能會決定 這座大樓要買或不買 跟你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而且剛好就是 都是你不在的時候 決定了這些事情 所以你怎麼好意思講 他一開始說 我都很關心國安團隊什麼 所以他有出力的樣子 結果根本就是鬼扯 然後跳出來打臉 打臉還是陳水扁 結果蔡英文到今天只好沒辦法 我印象確實記錯了 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我出任入委會主委後 隸屬國安團隊一份子 參與許多對美事務討論決策 對於構制紐約辦事處大樓 一直相當支持 我身為台北市民 台北市很多鄭社會很支持 所以台北市所有的功勞都算我 這樣子嗎 而且他還是入委會 又不是外交部 這什麼鬼扯邏輯 我跟你講三立真的是厲害 三立你看馬上下個標 韓國瑜學一下 蔡英文勇於承認記錯了 網友反觀某人 這種超級標題我覺得實在是有夠厲害 蔡英文是被人家打臉打到一個不行才不得不承認 那韓國瑜如果他沒有做錯的話 請問一下他為什麼要承認 我相信如果做錯了 那韓國瑜一定會承認 可是沒做錯 你叫人家硬要認錯 你們這些腦袋到底裝的是什麼 但國慶我們看到 加分姐他在台中講的時候 他講到的有一點點口誤 因為他在說到說 地方只是自治史上最慘烈的 可是馬上綠營的蹭衣團 他們馬上就在上面寫了 原來咱們的這個市長夫人 加分姐是中國愛好者 等華民國台灣總統大選是地方選舉 講錯話 更正就好 可是你看 馬上他們甚至連圖都批出來 連衣服都給換掉 那這樣子看來怪不得 這個我們的總統蔡總統說 紐約大樓是他買的 好棒棒一樣 人家說生人打過 有時候做腳步打差寫人物 總統說話就說不對 總統小英說的 那不是說不對 那是我們說的一樣 掛到的不是他做的 說話就破了 那不是說不對 那是一樣的說話 就能接受保險 他也能接受保險 旁邊總統剛才我看電視上 還拍拍手說 當一個總統可以承認錯誤 有這種勇氣也是很好 人也會這樣承認 實際上 如果我以前在講話都會這樣說 地形組織數以來 地形組織數以來都會這樣說 這都習慣性用語 因為還突然才有選舉制度 為什麼說中華民國台灣 就變成地區 民進黨不是有一些高層 都說中華民國台灣 也是用台灣這樣說 過去我們在政下說 我們台灣組織 電影組織數以來 這次選舉想怎樣 也是這樣說 我不覺得有什麼錯 我不覺得有什麼錯 但是就是有人特定的一個團體 在找語並 在挑事端 甚至還有中央工廠 而且馬上抹紅 塗都做出來了 對 還有中央廚房 馬上做影片 甚至於圖片加上文字 就開始瘋傳 就開始這樣寫 所以我說韓國瑜是怎麼算 我真的替他很擔心 電視台十多台 剛才我跟他一台在替他講話 不要 每台一直看 沒有賣也要把我賣 加一個後面加一個問號就好 有些人看標語 標題而已 看到標就認為是這樣了 但內容沒有去清楚的看 很多人看標語 主標而已 所以你看看 所有電視台都對不友善 民調要帶得好 民調如月亮 除以十五不一樣 而且現在民調都總是 有帶風向式的 有任務型的 有顏色的 因為要分化 他就來做說 郭台銘出來會相關 民調的 現在不是都在操作說 郭台銘他拿那個塔羅牌 對 他會穩住 他在贏郭台銘說一定要出來算 當然在這種情形 重疊性高 韓國瑜他民調當然會調 為什麼你看 出來的民調都總是 自己的公司花那麼多錢 都那間什麼水果的 什麼資金會 什麼什麼 他們都花那麼多錢在做民調 是 要花那麼多錢 你今天如果說學術單位做 我還可以接受是學術單位 學術單位尊重要做 也好有人開錢 也是什麼人開 所以我想現在目前的民調 很多都是帶風向的民調 隆重不確實 而且是自己去杜撰 甚至自己去遷送送議 送議遷送是為什麼遷送 為到要左右整個選舉的過程 所以民調看著就 劉蓋燦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時候 2020國民黨要推韓國瑜出來 但是現在近期有許多的 民調出來的結果 發現那個曲線 都是逐漸在往下滑 煥魚的這樣的聲音 一直不斷的在那出現當中 可是十幾家媒體 從國民黨的黨內初選 打韓國瑜打到現在 黨外的攻擊跟黨內的 這樣的一個不團結 現在所有人都要對付的 都變成是韓國瑜 看來這場選舉 就像加分姐所講的 真的是這個慘烈中的選舉 還要改更慘烈 人家說金青 不怕風雨檔 抽獎 無抽獎 他們也吃 吃好獎 韓國瑜在這個民調裡面 起起落落 但是 上街外還有接近30% 上街的 應該28點多 上街的 剛才常常說 不是這個人在做的 我說得聽 譬如說摸一個水格立法 經連現在做過當事長出來說一基獨秀 也沒關係 剩英文我們坦白說 剩英文這八日 有犯署嗎 沒有 剩英文 一星期前跟一星期... 就施營案 沒有 施營案進政發生了 是啊 這星期都沒有 這星期沒有 這星期沒事情 對沒事情 這樣跟上禮拜說差七八% 減七八% 就表示 你們之前做的 不是我都做國的 把貫風的 這次就說這禮拜 洋洋 剩英文失禮 韓國瑜又失禮 就換什麼人起來 哪是這樣 剩國的看民調 這個剩國的就是看民調 當選要看選票 對 韓國的就是這項人 大家沒有理會 最主要就是 這些基層的人太可愛了 他們現在都說 你看沒有特色 色合文壞 我問你 我們家一口早 是出幾個博士了 跟國境說的 我們家出一個博士 紅座 打幾瓢 博士 還放兵炮 當然啊 對啊 如果隔壁 以前隔壁隔壁 有幾個 我們家有幾個這種 所以他們沒有理解到 我們這宿民的心情 我們這幾時在政壇 出一個關起風雲 穿對擦 可以了解我們的心 說出我們的口 蓋我們 保持一樣的空氣 蓋我們可以理解說 譬如說 後禮拜要做錯了 幾個要去殺火 你知道嗎 拼火讓小孩讀小孩 沒錢 對 這些人為了三回百 在這裡頭髮在燒 臨時衝來告訴 分是一萬條 兩萬條在走 關上高潔 探訪的時候 隔壁在用 走去海外一條 都幾百億 躍來躍去 你們三民人的孤独說 我們這些疲憊 這些艱苦人 現在過三民日子 對啊 疏圖得多 像蔡總統還英國政經學院畢業的 結果治國也治不好 博士就不會做疏 對啊 不需要小疏 所以無法大家家庭 撤去 民怨輸去 這樣他又膽膽煮火 所以 這些宿民今天去尋到一個 韓國的說會帶他們打算 不問世上可能得 你們看他這樣 這次說落後 九十幾磅的要求 你看看 所謂的陸屏專案 你的陸屏在哪裡 拜託 一百 去年五千磅 五千 對 這次是九十幾磅 九十四磅 你看看這九十四磅出在哪裡 今年一半年來泡的一百九十幾磅 一磅就沒有 新泡的這裡都沒有泡 都沒有泡 這就是有熱心 是 對不對 對 淹水去年喝了兩三磅 現在喝了兩三磅 這樣有做嗎 有 這泡坑的這就是古早漏下來 還沒中泡的路 這樣你聽得到嗎 這樣高雍人大家感受 你們台北的媒體 夭壽你看那一磅那一磅黑人人 拜託 高雍人好像騎車就騎在那裡 我現在都要去高雍 我要去辦公室 南辦 我去真的滑八湯 一台車在台南塞 跟在高雍塞 現在會滑 這台車在高雍收命多兩年 這樣也有什麼 可是我們會派去 對 你來行的對不對 跟他沒在做 就這麼辦 人民要看這種政治人物 明主有說 天壯港台南伊蘇林雅 必先口氣心志 勒氣筋骨 勾氣體肤 空發氣心 幸福亂氣所為 所以動心喝性 情業氣所不力 一定是所有的壓力 所有挑發的事 全部加住在這個人 這就是天 不斷降一個偉大的市民 在一個人的省骨頂 你看韓國瑜的蜜蜜 但是要有補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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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 為到他的官員 為到他的民生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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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蜜 民眾的基態 所以韓國瑜不是 他現在已經做到市長動算了 他還在生長 他還在退變 所以人民的 我們不管是接受到他 最新的信號 尤其我們的團隊 必須要心事度勢 兵來講黨 水來頭嚴 不管什麼樣的局 就是大家集體去面對 所以大家都說團結 但團結不是剋白人 我們自己做去